好 好 好 开放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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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回来干什么 我电话里不都跟你说清楚了 还想开眼镜店 还想认见太阳城呢 甭瞎耽误功夫了 现在撑眼镜撑有仨 一个比一个大 成天价格火拼 你要是现在掺和进来 比晚上站街上挨冻死的还快呢 现在做生意啊 没本钱做大 压根别做 早不是你那会儿了 揣着五百块钱就敢开店 喂 接着了吗 什么 不来了 他敢 不是他输光了钱 找我要门路的时候了 现在怕了 那就等着饿死吧 要是找不着人 你就得给我顶上 你听见了吗 什么东西 你看什么 在这边好好玩几天 再去俄罗斯逛逛 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回来以后 坐飞机回家去 我给你买机票 上去吧 到前台报我明儿就行了 到前台报我明儿就行了 再见 一 Commons 咋了 我是想问 你说的那个挣钱的事 我去行不行 来这干嘛 下车 你来开 我不会开车 你要想挣钱 必须得学会 那我学会了我干嘛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不过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就三天 你必须把开车学会 当然 包交包会 三天 能不能让我再想想 现在社会不一样了 就你现在这状况 身上一点钱没有 要想翻身压根儿没可能 为了我们过去的感情 这次我愿意帮你 现在也只有我愿意帮你了 快要来 能不能让我立刻 好了 还没用 呢 走吧 你怎么那么笨呢 我就是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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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山车 快 快点 踩哪个 中间哪个 喂 好 人马急了 谢谢你啊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能想得明白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谢谢 谢谢 赚点钱 就赶紧回去吧 嗯 别让家里的女人担心 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女人 喜欢你这么长时间了 这还看不出来吗 心里头有没有人 眼睛里全写着呢 尤其是你 被你喜欢的女人 有福 让我想起来 我也不知道 这是在帮你 还是害你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在帮我 你知道啥呀 快上去洗洗澡好好睡一觉吧 看你身上 都啥味儿的 来 你 谁啊 小龙哥 进 你在这等我一下 这就是龙哥 龙哥 温州人 温州人厉害呀 把我们东北的钱都给赚了 逼得我们没办法 竟敢先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的声音 现在不许有温州人 来求龙哥发财了吗 要不是小弟的老相好 我能用这男蛮了 麦高 还不谢谢龙哥 谢谢龙哥 会开车吗 会吧 会 会 那好 跟着我吧 来 龙哥 我再跟他说两句 信不过我们 老爹 发财的事我可不想求啊 哪能啊 该说多多跟你说了 你要是信不过这些人 现在就可以走 没有人乱你 没问题 你放心吧 走吧 龙哥 走吧 龙哥 不 pue 你怎么会说 你会做错误 我都要跟这些人 是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稍微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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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紧张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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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天的走私活动中 周迈狗被违法犯罪分子给发现了 当他从车里逃出来的时候 被一个犯罪嫌疑人驾车给撞伤了 经过俄方一段时间的抢救 他已经脱离了危险 本来俄方想等他恢复一段时间 再把他移交过来 给他坚持要回家养生 所以经过我们的双方约定 尽早办理 遣返移交手续 迈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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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来接你了 爸爸对不起你 这是你孩子 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儿子 你不是说 你没坏什么 呵呵 你怎么把他给抬回来了 他打不要他了 他打不要他了 没不要 是我让他抬过来的 嗯 达 麦国她是个男人 是我孩子的父亲 他带回家 大 麦可他是我男人 是我孩子的父亲 他得回家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让他回家吧 我求你了 我只想说一句话 他都已经这样了 你可得一辈子善待他 他也进来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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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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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孩子 我们的儿子 你不是说 你没坏什么 我那是骗你的 我不想拖累你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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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定了 好上山没跟你喝酒了 还想得慌 老沐 老沐 这第一杯酒 是我给你赔罪的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赔罪 赔罪 不提了 现在不是又团聚了吗 来 我周安顺这一辈子 上对天下对地 我都温馨无愧 就是对不起我两个孩子 一个打小就被我逼到国外去了 十几年就没见过一面 卖狗会弄成今天这个地步 多半是我逼的 我现在算想清楚了 卖狗能娶你们家和和 这么善良 这么懂事的孩子 是他的福气 以后他就跟着你们家过了 我绝对不会再说一个不字 我没有权利说 老周啊 经过卖狗这次遭遇啊 我也想明白了 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折腾多少日子啊 可他们还年轻啊 他们的日子长着呢 他们想留在山北好 想回温州也好 是吧 只要他们俩呢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就比什么都好 是 是 早就不该管了 你这下来有什么打算 你 你不能守着那个费劲 过下去吧 我这生生死死都好几趟了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再 我想再翻身